蔡英文 你的眼中 到底还有没有宪法这两个字 我们先讲终身奉 终身奉很抱歉 退休奉很抱歉 它不是国家给公务员的恩集 不是我给你的私会 它是个延迟的薪资己物 比如当初我 要你来政府服务 我答应给你的一个报酬 所以那是我自由的财产权 什么时候 中华民国 可以光明正大 由政府去践踏 去剥夺 去伤害别人的财产权 只因为我要限制你表达意见的自由 退降也好 或是其他的政务官也好 你要表达什么社会意见 自由舆论去公判它 轮得到你政府 拿政府的所谓公权力 去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吗 今天晚上11点 全民演问一起来打